这几天全国各地各大中专院校开始了错峰放假 学生们纷纷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铁路部门也是开设了学生专列 方便学子返乡过年 随着大专院校陆续放假 济南火车站的学生旅客 占到了全部客流的六成以上 济南站增开了学生专用售票窗口 根据客流情况 动态调整近占通道数量 加强健康码核验和体温测量 确保学生旅客方便快捷进站乘车 复合购买学生票条件的旅客 应在每学年乘车前到车站收票窗口 或自助售取票机 办理一次本人居民身份证件 与学生优惠卡的核验手续 通过核验手续的旅客 可凭居民身份证件 办理实名制验票和进出站检票手续 南宁铁路与广西教育厅联系 提前了解广西各大高等院校 趋职中职院校的寒假放假时间 共开行九趟学生返乡专列 同时重连加挂 玉林 贺州等热门学生返乡方向动车 往返累计120趟次 今年学生票更好买了 做的学生专列回家更方便了 我们列车专门组织了工作人员 对学生进行有序的疏导 以及在列车巡视工作中 对未规范配戴口罩的学生 进行温馨提示 为减少学生旅客旅途中交叉感染风险 大连战为返乡学生开辟了绿色通道 避免出站拥堵 同时加强与属地卫健委疾控部门对接 落实两头车站量码出行和体温检测要求 同时为学生旅客准备内涵口罩酒精湿巾 温馨提示小卡片的小礼包